至少800个版权的游戏2 开局你以为你要当宇航员 万没想到其实是被抓到了实验室 你拼死逃出实验室 竟然发现你在外太空 你跟一对外星人厮杀了十几个小时 当你终于跑回地球 啪 威尔眼睛一摘 你之前的那些经理都是威尔 假的 你其实连人都不是 你 原来是因为外星人已经入侵了地球 本来开始呢 人类想学习外星人的科技 反正全不明白 于是呢就挑变了思路 把男主摩根的记忆 植入到了外星人的体内 让外星人以为自己是人 看看能不能同化外星人 所以这个游戏的剧情准确的来说 就是洗脑外星人 让外星人以为自己是人 然后让外星人去杀外星人 来拯救地球 听懂我吗 听懂打算 所以当你完成游戏里的所有任务之后 科学家们呢就觉得 哎 给你洗脑成功了 就想邀请你一起拯救地球 但是万没有想到 在最后一刻 游戏依旧给了你两个选项 是去拯救地球 还是杀光这里的所有 你要是知道你是被洗脑的外星人 你还会去拯救地球吗 反正我就会 都得死